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联网公司得到了广方的应用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BRPC的发展历程 2014年在百度内部启动了百度RPC这个项目 那么2017年的话百度RPC项目开源并改名为BRPC 2018年BRPC项目由百度捐献给阿帕奇 加入阿帕奇复化器 那到目前为止BRPC项目一共有13K的STAR 贡献数上百 有来自十来家公司的18名Committer成员 那么进入今天的主题 于原生时代BRPC如何进化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也是BRPC主要的两类应用场景 上面这里的应用场景是更加贴近业务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搜索 推荐 广告这些业务 他们大部分都善用CDA加进行开发 然后第二类业务场景的话是云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云计算 存储 网络 这种更偏底层的一些业务场景 那么BRPC如果要支持这两类业务场景的话 它可能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如果要往上走的话 那更多的是要丰富BRPC的本身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支持多语言 支持多协议 丰富服务自律策略 打通这种客观测系统 打通ServiceMesh等等 那么如果要往下走 成为云的基石的话呢 那BRPC需要在性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高性能的调度 高性能的Io等等 好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 BRPC与多协议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多语言呢 还是要支持多协议呢 我们可以把业界主流的RPC框架 进行一个分类 可以分成两个类 第一类是单协议多语言的 比如说GRPCSquit 那么这样这些框架的话 它支持的是一个协议 但是它支持很多种语言 还有一类就是多协议 单语言或者少语言的这个框架 比如说Double 那这样这些框架的话 它支持很多的协议 但是它只支持一两种的语言 那么有没有这种多协议多语言的框架呢 其实我们在业界上还很少看到这种成功的案例 这说明就是要想要同时支持多语言和多协议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那在这里BRPC其实是选择了多协议 单语言这样一个方向 那BRPC的核心的话是支持C++这个语言 然后呢支持很多种协议 那这两类框架呢 它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单协议多语言的框架 它适用于打造全新的微服务系统 比如说所有的模块都重新开发 然后呢可以定义一种统一的协议 然后去进行开发 那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实际上是要跟老系统去打交道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个模块 它需要跟我们很多存量的老系统去进行通信 那么这些老系统的话 它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协议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兼容这些协议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支持多协议 那么多协议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除了微服务系统调用 我们还可以包含像Release这样子的数据库的协议 这样子的话 用户就不需要依赖很多各种各样的client库了 它只需要依赖我们一个框架就可以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BRPC是怎么做这个多协议支持的 这是BRPC支持的一些协议 里面有开源协议 然后比如说像HTTP Release这样子的一些开源协议 包括BRPC开源之后也新增了像HTTP2 GRPC Swift 这些协议的支持 同时的话BRPC的话也支持就百度内部的很多种协议 那么BRPC想要同时支持这么多的协议 怎么样才能同时支持这么多的协议 又尽可能减少开发量呢 这里面的话 BRPC其实做了一个抽象 就抽象了协议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我们从这个开始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序列化一个请求 这通常来讲是把一个请求 一个PB的Message 然后序列化成一个 这个二进制的一个body 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说要派个request 其实就是把这个请求 按照协议去进行拼装 比如说HTTP协议的话 它就需要去拼装那些header 那些URL那些信息 以及把body拼在后面 那么所有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它这个请求就被发往网络 网络去了 然后呢 搜索端就会收到这个网络的数据 然后它会调用一个puzz的这个阶段 然后会去从这个网络数据流里面 去解析出一个请求 然后还有一个verify的阶段 就是在首次键连接的时候 需要认证一下 这个客户端有没有权限发起这个请求 那最后的话是一个proced request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开始处理这个请求了 那处理这个请求过程中呢 其实会包含一个serialized response的一阶段 就是把这个返回结果进行序列化打包 然后最后的话是把这个返回结果发送回去 然后对端的话它也经历了一个同样的puzz的过程 从这个网络数据流里面解析出这个response 然后呢再进入一个process response的一个过程 去处理这样一个返回结果 那brpc的话把各种协议都抽象成这样子的几个过程之后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每一个协议 只需要实现一些这里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回调函数 那么框架就可以把这整个流程串起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就是这里面其实上个图里面的一些几个函数 在这里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就是puzz这个回调呢 其实是客户端和服务端都必须的一个方法 它的作用就是说把消息从网络数据流里面 然后切割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三个的话 其实是客户端必须的一个方法 必须的三个方法 就包括序列化请求 然后pack request就是打包请求 用协议去进行组装这个请求 然后呢process response呢 就是处理这个返回的结果 然后呢服务端必须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process request这个方法 它的作用就是处理服务端这个puzz出来的一个消息 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请求 好 然后下面还有几个可选的方法 比如说verify 它是处理连接的认证 它只会在连接上的第一个消息进行调用 还有下面的那两个方法 那个就用的比较少 就不详细介绍 那么这里就 BRPC通过这样子的抽象 然后每一个协议都去实现这样子的几个方法之后 那么它就可以接到BRPC的框架里面来 这就是BRPC怎么样去支持多协议 那支持多协议的话 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多协议怎么共用端口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BRPC是分三类协议 然后按照优先级进行尝试的 第一类优先级的话 是标记或者特殊字符在最前面 比如说百度STD协议的前四个字符是PRPC 那么解析代码的话 只需要检查前四个字节 就可以发现是这个协议 然后第二优先级的话 是有比较复杂的语法 没有固定的协议标记或者特殊字符 需要在解析一段输入之后才能匹配的 比如说像HTTP这种协议的话 它就没有固定的标记 然后需要去解析一段时间 才能够才能识别出来是HTTP的请求 那还有第三优先级 就是协议标记或者特殊字符在中间 比如说inshead这个协议 它的这个标记是在第25到第28个字节 这种协议呢就得放在最后面 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协议放在优先级 比HTTP高的话 那么一个比较短的HTTP的消息 就有可能被误识别为一个未完成的inshead的消息 那从而导致这个解析失败 好那下一节的话 给大家介绍一下BRPC的服务治理策略 那BRPC里面首先是服务治理策略 可以分为几类啊 就是比如说负载均衡 然后限流熔断等等这些策略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负载均衡策略 那BRPC里面也是呢 有六种负载均衡策略 包括随机轮巡 加权随机 加权轮巡 已知性哈希 还有局部性感知的这个六个策略 那么像加权随机和加权轮巡的话 是看运之后新增的策略 然后已知性哈希的话 根据不同的哈希算法 有两种策略 然后LA的话就是局部性感知策略 这个策略的话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能尽可能的把更多请求 发给更快的SERVER 那么接下来我来具体介绍一下LA这个策略 那么LA这个策略的思想 就尽可能多的把更多请求 发给更快的后端实例 直至所有实例的响应时间接近 那它的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 有一个权重计算的公式 是Wi等于Qi除以这个Li 那么其中的话 Wi是第1个实例当前的权重 然后呢Qi是第1个实例最近的QPS 然后Li是第1个实例最近的平均响应时间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的话 它期望能够达到一个稳态的状态 就是说Lijackla等于Lg 就是说每一个实例的平均响应时间都接近 然后同时的话呢 这个Wi比去Qi 约等于Wj比去QJ 因为其实实力得到QPS 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给它的权重得到QPS 所以说QPS跟权重在稳态的时候 应该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面这个公式 其实也能看到这个规律 就如果说每个实力的延迟是接近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权重除以QPS 其实就基本上是一个恒定的值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这里有两条曲线 就是一和二其实代表的是两个后端的实力 然后呢这个这个这个曲线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实力然后在不同的QPS时下 它的延迟是什么样子的 就QPS越大它的延迟会越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 假如说QPS只有400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所有的流量都会分配给这个实力一 因为这个时候呢实力二其实它 它的延迟即使是在最低的情况下 都还比这个QPS都还比实力一高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会给实力二分配流量 但是呢假如说现在的QPS是1600的话呢 它就会分配9000的QPS给实力一 分配900的QPS给实力一 分配700的QPS给实力二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两个实力它的延迟就是相等的 那稳态的话就会稳定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好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BRPC里面的熔断器 那BRPC里面的话其实有两种熔断器 一种是默认的熔断器还有一种是可选的熔断器 那默认熔断器的话它的逻辑比较简单 就是说在连接拒绝 网络不可搭或者是连续三次超时等情况下 那它就会禁用这个实力 那可选熔断器的话是开源之后新增的一个策略 那它是解决这个默认熔断器就是说 对于这种超时或者说这个下游实力 这个出现热点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无法熔断的情况 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连接其实是还是存活的 所以说没办法通过连接的状态来判断来进行熔断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说我们根据出错的请求 比如说超时的请求 我们对它的延迟进行累积 然后呢和最近一段时间的平均延迟进行比较 如果超过一定的倍数则熔断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具体的熔断算法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AN然后大于βEN AN的话就是N次请求之后的累计的错误值 然后EN的话是延迟的EMA值 β是一个常数 那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就是EN呢它其实就是以EMA的算法 就是等于αEN加上1件αLA L就是某一次的这个延迟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每一次的话 它都会把过去的这个EN按到α这个倍数去进行衰减 这个α是略小1的一个常量 比如说0.9或者什么0.95之类的 那么它就会不断的衰减 然后呢这样子得到了一个值呢 就是说它能反映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延迟 那同时的话就是离现在的时间越近 它那个延迟的值它的影响越大 如果离现在时间越远的话 它那个延迟就会不断的衰减 就是它对现在的这个值的影响越小 大概是这样一个 就是通过这样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延迟的一个 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平均值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累计错误值 那么累计错误值的话 可以看到呢它分两个条件 就是如果当前这次请求是成功的话 它就会把累计错误进行衰减 然后如果当天这个这这次请求是失败的 它就会把累计错误进行增加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累计错误就能比较好的去反映我们的一个 这个实力它的累计的错误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它的错误累计的比较多的话 超过一定倍数的话 那么就把它熔断 这样子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去处理一些 比如说慢的一些实力的情况 好 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BRPC里面的线流策略 然后呢BRPC里面的话会有两种的线流策略 一种是静态线流 就是通过这个指定固定的固定的最大频发数限制 来进行线流 然后这种就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就是想要去评估这个最大频发数是多少 这个通常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压测 然后来评估这个 那么知识音线流的话 它就是能够自动的来帮我们去 动态的调整这个最大频发限制 然后达到一个就是 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线流的状态 那么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 自适应线流的这个算法 那它这种算法公式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最大频发数就是Cmax 然后它是由Qmax 就是估算的最大QPS 然后乘以这个2加1 然后Lmin减去L 这个Lmin的话是估算的空闲式的latency 然后就是这个这里面这个Lmin和Q Qmax它都有一个就是动态的更新的公式 就是Lmin的话 它其实是它也是一个EMA值 但是呢它是有条件的一个EMA值 就是说只有在延迟就是小于Lmin的时候 然后才会去更新这个Lmin 就是会让它变得更小 但是呢又不会一下子就小得太多 是一个慢慢变小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可以就是用于推测出这个实例的一个 就是当前空闲时的一个latency 作为一个预估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L比较大的话呢 就不去变更这个Lmin 然后Qmax是当前的QPS值 那QPS值的更新呢 它采用了一个相对激进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QPS 这个是当前QPS是小于Qmax的话 它会对这个Qmax进行衰减 然后呢但是如果当前QPS是大于Qmax的 它就会立即更新这个Qmax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就是更快的 就是能够去更新这个Qmax 最终的话它就根据这个Qmax和L 这两个词 然后去得到一个这个Cmax 就是最大并发限制 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BRPC与服务可观测 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BRPC的服务可观测可以分为两块 就是一个是单机可观测 一个是集讯可观测 那BRPC在单机可观测这方面的话 提供了一个内置服务 那么内置服务的话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很方便使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使用BRPC搭建的服务 只要通过浏览器去访问服务的IPPort 就可以查看BRPC的各种内部状态 那比如说通过Status这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服务与接口的状态 包括QPS延迟错误数 通过Buds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用户可定制的展示各种指标的技术器 然后通过Connection这个页面可以查看所有连接的统计信息 通过Flag这个页面的话可以查看所有GFlag的状态 并且动态修改 RPCZ这个页面的话可以查看CPU的RPC的调用力信息 还有就是CPU Profiler HIP Profiler Contention Profiler等等 那么BRPC可观测的话 其实离不开BRPC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组件 就是叫BVAR BVAR的话是BRPC里面的技术库 那么这个库的话的作用就是用来采集 并且统计程序运行式的各种指标 比如说QPS和颜值 它的特点就是读 更新的话是很频繁的 但是读取是不频繁的 所以说这个BVAR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能够采用一种就是基于内存的进行计算 然后并且把那个读写分离 就是说写入的话是直接写到TLS 就是属于Local的一个变量里面 然后读的时候进行合并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写的时候是很快的 然后读的时候呢稍微慢一点 但是也没关系 就是保证了这个 可以支持这种频繁的写入 那么这是各种BVAR类型的一个示例 比如说这是percenta 就是分位图 这是相当于延迟的一个分位图 然后还有就是min和max 就是最小最大值 然后有种per second 就是说每秒多少多少次这样子的统计 还有就是qps和这个技术 然后还有就是latency评响 然后还有就是像systemwide的stat 就比如说啊进程的cpu使用率啊什么啊 上下文切换次数等等这些信息 好那么BRPC 里面的VAR的话 它只是实现了一个单机可观测的一个能力 如果我们想要集群可观测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VAR和普罗密休斯进行一个结合 那么我们可以看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代码里面 可以定义一些VAR变量 然后呢给它起一些名字 比如说B3的key count 然后有类型 比如说inter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往这个BR里面去写入数据 然后写入数据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内置服务的VAR页面 然后看到一个输出 比如说像B3的key count B3的keytable count等等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还可以通过RPC metric 是这样一个接口进行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口输出 就是标准的普罗密休斯的这个格式 然后所以说我们只需要配置 就是普罗密休斯的采集的URL 让它去采这个RPC metrics的接口输出 我们就可以在普罗密休斯 看到整个集群的一些监控数据 那么因为普罗密休斯的话 它其实是支持多维度的 所以说我们对VAR也进行了扩展 支持了多维度 这是一个使用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除了定义这个 这个VAR的名字之外 我们还可以给它定义一些维度 比如说IDC method status 然后我们往这个VAR里面去写的变量之后 它就可以产生这样子的一些普罗密 就是多维度的输出 那这种多维度的输出的话 就可以更方便去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分析 好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BRPC与service mesh的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service mesh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是左边的话其实是我们的RPC框架 然后RPC框架的话 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每个语言 我们都需要实现一个RPC框架 然后RPC框架里面需要实现很多的能力 比如说服务发现 负载进行这样一些能力 那其实是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需要在每个语言的框架里面 都重复的实现这些能力 所以说这个框架和语言是偶合的 服务治理能力是重复开发的 那么第二点呢是框架和应用偶合 就我们可以看到它框架 其实是被连编到应用的这个进程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升级框架的话 也需要应用去配合升级 那第三个的话是 这个框架的一些各种配置 比如说服务治理配置 它是没办法同意管理的 那service mesh的话 也就服务网格 它其实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首先的话 它把所有的服务治理能力 都抽取在了这个side cut进程 然后去实现 然后side cut是一个独立的进程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就跟语言无关了 我们说不管是什么语言 它都可以用同样的这个side cut 然后呢 它也可以 它因为独立于进 独立于业务了 它也可以就是进行统一的观点和升级 同时的话 社群线里面还有一个控制平面 然后这个控制平面 可以用来统一的管理一些配置 那其实我们 看到service mesh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前面 讲的那个多语言多协议的问题 其实是有解的 就是说service mesh就可以实现 同时支持多语言和多协议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样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 这里面有四个服务 其实是用四种语言去开发的 但是呢 它都就是 加载了同样的一个side cut 那这个side cut去支持多协议 就是说其中用了三种协议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同时支持多语言和多协议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同时支持多语言和多协议 我们实现了两种模式 就是第一种模式是代理模式 就是我们基于BIPC 我们实现了一个代理转发的side cut 因为BIPC里面的话 它其实有server和client 我们只要把server和client 给它组装起来 它实际上就能实现一个代理转发的功能 所以说 这个比如说APP1到APP2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BIPC的side cut 进行代理 然后 这种方式的话是比较适合这种非西家家的应用 然后呢 第二种模式是这种posi-less的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是BIPC直接发送请求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e-store 来管理BIPC里面的服务治理策略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是比较适合这种CDR加的应用 它只要就是连编了BIPC之后 然后它就可以去使用e-store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治理策略 那么基于BIPC的server-less 但是它有什么优势呢 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是它支持e-store丰富的服务治理能力 比如说权重路由 基于请求的内容的路由 然后容量复制等等 那这样一件能力是传统的这种RPC框架所不具备的 那第二的话是它可以融合BIPC本身的这种服务治理能力 比如说LLB backup request等等 可以让飞机加加的应用也能享受到BIPC的优秀治理能力 第三个的话呢是支持多协议的服务治理 因为BIPC前面讲的这个它支持多协议架构 它能支持很多种协议 并且上述所有的服务治理策略都会支持这些协议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方便 就是这种多协议场景下的这种服务治理 第四个的话其实就是高性能 BIPC本身是性能是很高的 然后并且 还就是在用PorsiLess这种模式的话 其实是对性能几乎无损的 因为它不需要经过SERCA 然后呢如果是Porsi模式 它带来了延迟增加 其实是在0.2毫秒内的 就是这个对大部分业务来说也是无感的 那么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BIPC ServiceMath的信息 可以稍后听这个刘帅同学分享的这个 基于BIPC打造高性能ServiceMath树立平面 这样一个topic 那最后讲一下BIPC的性能优化 包括调度和IO等优化 首先介绍一下BIPC里面的线程模型 那BIPC里面的线程模型的话叫BSWare的 那么 BSWare其实有几种用户场景 我们可以来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普通的用户场景 其实就是最普遍的那种业务场景 实际上它有这几个特点 就是说业务代码比较复杂 存在同步一步等多种调用场景 然后存在主色BSWare的调用 因为用户它可能调了很多库 然后那些库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主色BSWare的调用 比如说打字质或者说 BSWare的锁或者说 等待一个什么东西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业务对颜值是比较敏感的 然后不能容忍常委 那在这种模型下呢 BSWare的在这种业务场景下呢 BSWare的采取就是一个N比N的一个限制模型 并且采用了Ware的一个调度 那什么叫做N比N的限制模型呢 就是实际上是 它 把每个这个 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B-thread 这个B-thread代表一个任务 然后呢它也有很多P-thread 这P-thread是Ware是用来执行这个任务 那么这个 这个 Ware和这个任务 它们之间的话是多对多的关系 并且它们的关系不是固定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Worker2比较空闲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去 这个Worker1里面去偷取一些 任务来进行执行 所以说这个叫做Work Stealing的一个调度 那么这种调度的话 在 Golan里面也是 采取这种这种调度方式 那这种调度方式的一个优点 有这么几个 就是说 第一个是它可以支持同步的编程模式 底层IO自动变成异部 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有站的协程 所以说可以同步调用 然后把整个站切走 然后 等到这个 你要等待的一个条件具备之后 然后再把整个站切回来 那么第二点的话是能充分利用多核 就是说它 因为它有多个Worker 然后 这个多个Worker可以跑在多个河上 然后冰险呢 就是说 Cell有空险的这个Worker 它就能够去 去偷这个任务 所以说这个任务不需要去 基本上不需要等待 它能够很好的去分配到不同的核里面去 第三的话是更好的Cash Locality 更低的延迟 也就是说 这个也跟PRP里面的用法有关 就是 通常来讲我们在一个B Thread 要启动另外一个B Thread的时候 那它可以采取一种 就是说 立即调度的方式 也就是把自己让出 然后立即调度 这个 这个 新的这个B Thread 那这种场景通常 通常是处在 比如说我的IO 比如说我有一个IO县程 然后IO的B Thread 然后这个B Thread 读取到了一个消息 那么我接下来就立即启动一个 这个处理请求的B Thread 那么这个处理请求B Thread 可以立即调度执行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它整个Cash Locality 是比较好的 最后的话就是能更好的避免长位延迟 就是假如说 我们在这个P Thread Worker里面 有一个主色的P Thread的动作 然后这样子的话 其实 这个 在这个P Thread里面 它就暂时没办法去调度更多的B Thread 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Work Steering的机制 这个B Thread就可以 被调度到其他的这个Worker Thread里面去执行 有这个Work Steering的机制 这个B Thread就可以被调度到其他的P Thread去执行 那么 就是 前面讲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场景 那么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高性能的场景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高吨度的场景 它的QPS很高 B Thread的创建和切换非常的频繁 但是这种场景的话 它其实能接受一定的场位 它仍然有同步调用的需求 然后仍然存在主色P Thread的调用 那这种场景下呢 我们这个就是原先的这个Work Steering的算法 它就有一些问题 就第一个是它Steering的话 它又需要便利整个Worker 便利所有的Worker 然后它是All-End的 第二的话 它每次提交任务都会调用Vutex 存在无效唤醒 比如说当前Worker 所有的Worker都是都在忙 那其实你要Vutex 并没有唤醒任何人 它是一次无效的唤醒 在这种技术上 我们新增了一个Global Balance的算法 那Global Balance的算法 它是由Global Balance 线程定期收集 未被及时处理的任务 精确分发唤醒空前Worker 然后每个Worker 优先执行自己的对立 如果自己对立为空 则去群聚对立去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说 比如说Worker 然后他自己比较忙 然后他有一个空前 他有一个任务 然后没有被执行 这个时候他就会被Global Balance 去收集到Global的这个Q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刚好有另外一个Worker空前了 然后就由Global Balance 精确的把这个任务分发给他 精确的唤醒他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减少这种无效的唤醒 好 那除了这个前面这两种的话 我们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全Polyin的线图模型 然后全Polyin线图模型的话 在VIP里面其实是用于这种极高性能的场景 就是QPS极高 然后延迟也极敏感 而且所有情绪都为一部调用 并且没有注射Pray的调用 这种典型就是在这种云存储的场景下 它是这样的 那在这种场景下呢 其实Btray的不再使用 所有的任务都是直接原地执行 然后呢 并且他也是他不再需要这种有战的切换 他全部都是通过这种一部调用来执行 然后 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跟这个 使用用户TGP和DVDK 然后替换内核进行IO通信 然后它也需要一个Polyin的过程 在这种整个过程中 它是没有显存切换没有中断的 所以它的性能可以做到极致 接下来介绍一下BRPC的IO机制 IOBuff IOBuff是BRPC里面用来管理IO数据的一个这个数据结构 这个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它能够跟很多的这种数据结构 去进行这个转换 比如说它跟BlueBuff,FlightBuff,FlappyDresson等等这些 进行这种0卡贝的转换 所谓的0卡贝就是指说 比如说PolyBuff它在解析的时候可以直接从IOBuff里面进行解析 然后序列化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序列化成IOBuff 而不需要说再借助一个另外的一个数据结构进行中转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IOBuff跟这种PolyBuff,FlightBuff,FlappyDresson之间 都是这个0卡贝的 然后IOBuff自身它的一些操作也是0卡贝的 比如说整体的复制 然后追加和切割 那也是可以做到0卡贝的 并且IOBuff的话 它可以就是跟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络通信机制 然后进行打通 然后比如说IOBuff可以直接进行TCP的通信 然后进行SSL的这种读写 然后并且进行RDMA和DVDK的这种读写 当然IOBuff也就是跟RDMA和DVDK之间的读写 也可以做到这种0卡贝 那么IOBuff是怎么做到0卡贝的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IOBuff它其实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组织结构 然后它使用它把实际的这个数据 然后存在最底层的这个block里面 然后这个block是有应用技术的 然后呢 再往上的话就是blockleaf这一层 这一层的话其实就是对block的一个应用 它记录了这个block 以及它的骑士地址 以及这个长度 那么其实一个IOBuff就可以看作是一个blockleaf的一个数组 那么比如说这个IOBuff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IOBuff有一个blockleaf 这个IOBuff有两个blockleaf 然后分别只限制两块的这个内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们想要把对IOBuff进行一些整体的操作 它其实只需要操作blockleaf这一层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两个IOBuff拼在一起 那么我们只需要就是把这三个blockleaf 然后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IOBuff 比如说切成两段 比如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切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这个blockleaf拆成两个blockleaf 然后一个放在老的IOBuff 一个放在新的IOBuff里面就可以了 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可以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这个blockleaf 而不需要去动底层的数据 就可以实现这种最佳和切割的这种操作 那同时的话就是IOBuff 它通过这种机制 它也能够转换成多种的这种接落copy的这种格式 比如说像IOBuff IOBuff 所以说从而可以对接多种IO机制 比如说像RDMA 什么DKDK等等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IOBuff和RDMA 是怎么实现这种零拷贝的 其实上面这个图的话就是说在TGP的情况下 它是有拷贝的 就是一个IPC的Message 然后序列化之后成了一个Message 然后它会需要从用户Ti 拷贝到这个内核Ti 然后这里有拷贝的过程 然后再通过这种网卡去发送过去 然后呢对RDMA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就是 把这个IOBuff里面的数据去进行 发送的 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 通过一种机制IOBuff 它的底层数据都是在Block上 如果我们把Block直接分配在RDMA注射的内存里面 就可以利用RDMA实现网络收发零卡贝 好 那么今天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BIPC的性能优化的一些内容 然后更多关于BIPC性能优化的信息 请听稍后周末同学分享的这个 这个BIPC高性能最佳实现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云原生时代BIPC是怎么进化的呢 对吧 其实主要有三点 就是第一点 通过丰富多协议服务治理能力 以及客观测能力 成为云原生时代的C++应用的强大框架 第二点 通过ServiceMess这种架构 实现多语言多协议的服务治理方案 第三通过持续的性能优化 成为云的监视基础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